嗨,大家好,我是思力,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如何选择牛熊证券,它们和正股之间的风险和收益有什么差异。 首先,牛熊证券是一种金融衍生品,其本质上是一种投机工具,投资风险较高。 牛熊证券的价值受到标的指数的影响,因此大家需要仔细研究标的指数的基本面和技术面,以判断牛熊证券的潜在走势。 大家也可以使用技术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牛熊证券的价格走势,例如,使用图表分析和技术指标分析,以寻找合适的买入和卖出时机。 其次,我们来谈一下正股。 相比之下,正股的风险相对较低。 正股通常是长期投资,收益相对较为稳定。 正股的收益与公司的经营表现和市场需求有关,收益相对稳定。 比较一下牛熊证券和正股投资的风险和收益,我们可以发现,牛熊证券的收益和风险都较大跟正股存在着一些差异。 首先要知道,牛熊证券是一种有杠杆效应之投机工具,风险较高。 正股投资的风险相对较低。 来,我们来看一下牛熊证券和正股的具体操作方法。 对于两种大家,都要仔细研究标的指数的基本面和技术面,以及市场情况和大家的风险承受能力。 在选择牛熊证券时,大家还需要关注该证券的杠杆效应,以及市场风险和波动性。 当然,大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分析方法来研究股票的价格走势,例如,使用图表分析和技术指标分析,以寻找合适的买入和卖出时机。 总之,牛熊证券和正股都是投资市场中常见的投资方式,它们都具有一定的优点和缺点。 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风险、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,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。 同时,大家还必须仔细研究市场情况和基本面,掌握相关的投资知识和技能,以确保自己的投资能够取得良好的收益。 最后,还要提醒大家的是,本文所述的技术分析方法仅供参考,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股票推荐。 股票市场风险高,投资需谨慎,投资前需充分了解市场和风险,自行承担风险。 如果您喜欢本文的内容,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,以便获得更多有关股票和投资的相关内容。 同时,也欢迎分享本文给您的朋友和家人,让更多的人了解技术分析的方法和应用。 感谢收看。 感谢观看。